两岸情势的发展 特别对这次习马会二会 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你会说美国的回应就是去 跟日本首相岸田举办美日高峰会 以及去重新建构新的美日安保 建制中国 然后在明天美日非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市 也会跟拜登岸田举行三边的元首峰会 那这也是历史的第一次 那这个当然也就是把美日的力量引到了南海 然后替菲律宾撑腰 那当然也是在建制中国 所以美日的美国的回应 华盛顿的回应 的的确确在这段时间 在上一次习近平跟拜登见面之后 谈到了 你美国应该支持两岸的和平统一 美国的回应是建构 整个第一岛链的新的地缘对抗战略联盟 而且把日本要引到 已经开始谈判了 因为宣布了 AUKUS美英澳军事联盟里面的第二支柱 第一支柱就是要帮澳洲做八艘核子动力潜舰 第二支柱这个是都最近新出来的 那因为日本不可能进入到第一支柱里面去 这会牵扯到的核技术的更大的扩散 更严重 同时也会牵扯到日本内部法律的问题 所以要把日本引到第二支柱 也就是共同去进行国防科技的研发跟军事的运用 所以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建构 也就是从第一岛链 然后马上五月底的时候 在首尔要举行美日韩三方的高峰会 今年的又再一次 因此从美日韩美菲美日菲 到AUKUS美英澳裕 整个这样子的一体的这个建构 这是第一岛链的等于是封锁 对抗 围堵 嚇阻 这是美国的回应 但是美国在台湾议题上是怎么回应呢 爱金的当选 美国在台湾议题上的回应 第一个你要看到是 当蓝白和没有办法成功变成蓝白切的时候 在11月24号 美国就找三个学者 我真的认为就是美国政府找来三个学者 包含葛莱仪 柯庆生 还有卡尼尔大学的一位 就是华裔的学者 那他们在外交记刊写的那篇文章 相当纯度代表拜登政府的立场 里面两个重点 第一个 如果赖金得当选必须要冻结台独党纲 第二个 台湾必须要让北京领导人 仍然相信和平统一的可能性 这都是我括他们的言语 直接的翻译 所以这个是美国的一个回应 针对台海的议题 也就是说稳定是美国最在意的 当然 在同时呢 你看到议员 法律 法案 还有一些军事的这些军构 以及绿扁帽的顾问 开始在更加强对台湾的接触 可是美国也直接的说 没有什么绿扁帽部队的进驻或长驻 长是通常的长驻 那就表示说没有什么美军会介入 这就是习近平前面所谈到的 外部干涉阻挡不了 加国团圆的历史大事 外部干涉 美国有没有在干涉 美国从头到尾当然在介入到台海议题 但是呢 在去年11月之后呢 美国在台湾的层面呢 更为的谨慎 更为的就是说在做管控 所以呢为什么罗胜伯格要来三次 尤其这个第三次各位知道为什么吗 你现在都很清楚了 他不是在看赖清德的稿子 这个第三次他其实是要阻止 3月本来预计3月30号 要对在金门对厦门对大陆这边面向大陆的炮击演习 因为你在这个2月14号的撞传事件到现在还是不明的情况之下 那大陆这边事实上民情激愤了武统的声量很高啊 那因此这个时候你还去伤口撒盐 做这样子的 你叫做利息性演习 但时间点太微妙了吧 太挑衅了吧 所以呢 从3月18号宣布这个动作 那一直就没有改变 那最后罗胜伯格干脆自己来 来管控 所以3月30号 就不声不响的 没做了 到第二天早上 才去这个说 因为大雾所以就停下来 这一些美国的回应 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针对台湾议题的一个作为 那北京当然也看到美国的一些管控 所以呢 当然也在论述上 采取了一个更为创造 更为包容 更为柔性 的一个这个论述 中华民族 中国人的这样子的一种 这个论述主轴 那同时台湾的回应呢 台湾的回应是什么 我们这边你看到民进党的回应 那我就不讲了 基本上民进党 就是要走台独路线 很清楚 所以呢 对于马英九 对于习近平 对于任何这里面的发言 都是极为负面 成为略带细虐跟抹红抹黑 的这种回应 那可是呢 国民党这边的回应 你看到习近平的这一次的讲话 也没有让国民党 也没有让朱利伦 也没有让国民党团 有太过于尴尬 为什么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 如果你现在直接谈到 这个和平统一的问题 以现在台湾的这个 就是民调的氛围 似乎好像不是主流 那他们很难在兼顾选举 跟两岸稳定 以及国民党的基本立场上 去找一个 就是说可以 三方都说得通的 那因此呢 这一次的这个谈话呢 让他们觉得说 基本上松了一口气 可是国民党不要松气啊 你要硬起来 你在两岸的论述上 你不只是要看 政治大学 选严中心的那个民调 你更应该要看 这一次大选 投票率所呈现出来的 真正的这个情况 政大选严中心的民调 百分之六十三认为 他只是台湾人 他没有说他不是中国人 他认为说他只是台湾人 有百分之三十二是 也是台湾人 也是中国人 有百分之三 认为只是中国人 所以有百分之三十五 我们讲大概就是六成四成 这样的区别 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说 台湾的民意 现在有六成的人认为 台湾是台湾 中国是中国 可是各位 如果你看这次的选举的结果的话呢 其实是有六成的民意 是不支持民进党的台独路线 甚至包含年轻人 柯文哲民众党是反对台独 所以年轻人都知道 他不只是因为对民进党的表现不赞成 无法认同 他也知道投民进党就是投台湾独立 就可能导致两岸的紧张冲突战争 所以有六成的人 其实是投两岸要和平稳定 至少维持现状 如果你看到这一块 你就知道 当你在谈到论述的时候呢 其实这是一种 这个问卷回答的这个呈现 可是当你做到决定的时候 因为这个决定会影响到 你的身家性命财产的时候 又呈现不同 这没什么特殊的 台湾就面临的是这样子的形式 一直以来都是如此 对不对 所以实际上如果这个问题 更进一步问 或者是我们现在干脆举行一个 怎么样的公投 你要和还是要赞 那这比例就更清楚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回应 应该要更为有更多的讨论 而且反对党 国民党泛兰 要有更清楚的认知 而且我觉得一般的台湾人 要在媒体上 在论述上 有更多的这个讨论 毕竟 这是事关于两岸的稳定 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谈话 其实前所未有的 具有 就是说语调放缓 楼性呈现 而且相当的具有 就是包容性 愿景性 那当然他也很明确的告诉你 法律的框架 政治的范围 以及整个未来和平统一的目标 所以台湾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我觉得其实不能再鸵鸟 你不能认为说 我们有美国支撑呢 这两天 坎贝尔又说了 美国会是台湾的这个关键保障者 台湾安全的保障者 这个我们以前在国际关系的 许多的这个会议当中讨论过 美国到底是台湾安全的 这个保障者 还是支持者 从来没有任何的学者认为 美国是台湾安全的保障者 那一定要是有外交关系 加军事同盟 而这一次坎贝尔居然用这个字 我们他这个英文叫做guarantor 他叫key 关键的guarantor 保障者 这个其实 你问任何的美国的学者 他们不会那么认为 台湾关系法里面有这样子一种条文 说我一定会确保保障你 你台湾的安全 我觉得其实这样子的语言 你看到今天的自由时报 哇大幅报道 但是是真的吗 这是一种政治的口号 我们更必须要了解到两岸的现实 好的 以上是为大家的分析 那今天在这个时间 特别刚好 起码二会结束 那我们来更为更为分析 习近平谈话的三项的核心论述主轴 以及三项的意涵 以及美国跟台湾的回应 以及后续应该怎么面对问题 那今天直播到这边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